启德是香港最大的市区重建计划 从昔日的机场发展成今日的住宅和商业综合社区 启德区作为城中一个不可被复制的超级发展区 除了享有不少大型基建及交通配套 更有购物商场及大片的绿化休憩设施相继落成 生活在启德及生活便利 康乐文娱商业核心与健康生活于一区 因此成为来港专才最爱居住的小区 启德设施日渐完善 其中耗资超过300亿元新建的启德体育园区 将会在明年上半年落成提供更多娱乐、康乐体验设施 其中启德零售馆将云集超过200家店铺 除了多个潮流运动品牌进驻 更有超过70间人气十四组成的九龙东最强美式海湾 启德区性价比高、升值高、支出类地专才的喜爱 启德靠近九龙核心商业区 加上大型商场L3已开业 开始以启德连树馆和收购商场即将开业 购物交通十分便利 此外区域的住宅数量以新房为主 会所豪华、物业数字高、安保好 符合装裁的购房要求 单位容易出租 不仅可以享受稳定的租金回报 而且受欢迎程度很高 启德区为新盘供应重镇 而由新世界及远东发展的博卫森17也即将开售 项目提供291伙 有约22至52平的一至三房户 标准户型为同区最小 博卫森17位于跑道区领海前端 优美景致是一大特色外 单位配备超过十项新世界发展统一专利或注册 如单位露台及工作平台同时配有Magic Hangar 大门配备专利三合一致的门锁 Artist Dog等都是项目的独有特色 政府2月28日测掉蜡沙后 楼市的热度只增不减 3月份全港应手成交量有4000多宗 启德共540宗占比达13% 其中8成的客户来自内地 区内的步行多元化 长线投资和自用的需求都可以满足 在启德跑道区 不少住宅项目具有维多利亚港海景的优势 于明年启用的启德体育员将开展多项全运会项目 必定提升投资价值 3月份至今平均每个月有近100宗的猪链成交 随着启德区大型基建和配套完工 不少企业总部迁入九龙东 进一步拉动区内的猪链需求 同样明年还会有4.7公里长的猪九龙干线将会通车 届时来往西九龙高铁站只需要8分钟的时间将会更加便利 现实启德区设有大型商场AirSide 面积达70万平方尺 有大量国际品牌建筑及超过万尺的美式广场 满足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商场设有全新MCL AirSide戏院 设有7间影院超过900个座位 平时放假可与家人一起看电影共享天伦之乐 现代人追求健康生活 除了以上潮流设施外 跑到一带超过45公顷的绿化设施 如启德空中花园 启德码头附属公园 未来的都会公园等 同时也是香港新区内少有的巨大绿化带 配合迷人的利亚港风景与海滨长廊 在充满大自然怀抱中调节生活压力 身心都容易恢复 让我们一同看看样板房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